大家好 在推特上看了一个反共斗士 我相信经常上推特上油管的很多中国人都对它不是很陌生 看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 我说实话 我看它的油管 我没有关注它 我也几乎没怎么看 我觉得看推特可能比较省时间 看油管的话时间太久 浪费时间 尤其是像这种人 不过我看阴体的发了一篇推特 我觉得说了一句大实话 挺好的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跟海外的反共斗士 尤其是我们国内的很多呼应它的 国内很多呼应海外这帮反共华人的这帮人 阴体朝你们喊话了 你们好好听着 知道吧 它怎么说的呢 在推特上 他说在国外的这帮华人 反共 大家基本上也就是喊一喊 充其量 也就是当一个拉拉队 有些人甚至于拉拉队都不敢当 连面都不敢露 反共大业 还是主要靠中国内部 中国人自己采取比如说起义 或者暴动 采取这种方式把共产党推倒 这阴体大概就这意思 他也那篇推文也比较短 我觉得这说的是实话 而且跟我们的意见都不谋而合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虽然阴体其他观点我们都觉得跟狗屎似的 但这个观点我们赞同 他这个的确是说实话 而且他是站在海外反共斗士的立场上去说话 所以我建议国内这帮就是跟他常年呼应的 或者说跟这类人吧 常年呼应的国内的这帮傻逼们 你们应该好好听听INTI的肺腑之言 良心忠告 听到了没有 主要是靠你们国内你们这帮人反共的 你们赶快要起义 不要像那个什么傻逼狗哥似的 对不对 在国内待着 反共 但是呢我不敢露面 我让一条狗在前台 我躲在狗的后面 天天后面呢就说共产党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靠一条狗就能把共产党给 给摇垮了 是不是傻逼啊你们 一帮人还订阅他频道 在下面还嗨的不行 真受不了 我在他频道底下留了好几次言了 我说你狗哥你露脸呢 你露面啊 对不对 你这么多粉丝支持你十几万 这么厉害一个大V 两个脸都不敢露 你反个毛共啊你 你看看阴体说实话了没有 靠你们这帮人要起义 懂不懂什么叫起义 历史课都学过吧 世界历史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很多起义 无论是现代的古代的近代的 自己去查一查什么叫起义好不好 一个一个他妈躲在键盘后面 口嗨 键盘起义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本事 键盘起义就键盘起义吧 连脸都不漏 违背人家狗的意志 把人家狗推到前台上 你真怎么搞笑 一群怂包 怂货 你们去查一查啊 共产党当年是怎么取得政权的 好不好 共产党起了多少次意 死了多少次人 那个叫起义 什么傻叉 是没读过书啊 还是不识字啊 历史没学过啊 你说共产党我们不相信 国外也有啊 世界历史你们就没有读 世界历史 世界各地起义的少吗 你想取得政权 你想推翻这个前朝 我操 靠骂 天天打口炮 这个政府就倒台了 就把政权拱手向上了 这那么傻叉 所以我跟你说 英体这个推文 我这个举双手赞成 不管怎么样 人家说句实话 对不对 海外那帮轮子呀 是吧 民运呢 各路神仙 是吧 反共各种意识 他因为他是仗着在海外 他也不想回来了 他也回不来 对吧 那他就露个脸 然后呢 给你敲敲鞭鼓 当到啦啦队 给你们精神上的鼓励 我说实话 他连他妈经济上的鼓励 都不会给你的 更别提他妈 有什么实质性对你帮助了 扯个蛋 一帮他妈国内 他妈傻蛋 还订阅他们 还打赏 订阅 好 尤其是他妈那个狗哥 我最看不起就是他 别管别人怎么样 人家只要直播主 人家敢于站在前台 对不对 你别管你是露两个眼也好 你是露一张嘴也好 起码你是敢露了 你可好 到他妈现在 连个男的女的 这帮傻逼都不知道 还在天天在下面起哄 声音也可以变 你知道吧 声音通过声音软件 稍微改一下 声音就变了 声音曲线 那叫什么声闻 傻叉 你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傻逼 海外这帮人都说了 听见没有 靠你们起义 人家给你当啦啦队 鸡鼓传花 最后这个花看传到谁手里 那不是花 那是炸弹 传到谁手里谁就傻逼了 反正他们不参与传炸弹这个过程 他们就站旁边看 把你们这帮傻逼炸死 然后最后就说哎呀妈太遗憾了 太可惜了 太可怜了 最后你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懂了吧 我还是那句话 你推翻共产党也好 反对共产党也好 我都没意见 重要的是拿出行动 这个行动不是在键盘上的行动 有本事 跳出来 站出来 大声疾呼 像共产党当年那样 比他还 那你要推翻他 你肯定要比他强 对不对 比他做的更猛 比他做的更厉害 超越他 你超越他 你才可能推翻他 你做的都不如他 你能推翻他吗 这个逻辑 不懂 你们赶快去推特上 看一看 INTIE那篇推文 回头我贴到这个视频上 回头我贴到这个视频上 你们看一看INTIE 人家说实话了 不要 我猜应该是INTIE 为什么这么说 应该是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让INTIE回来带领大家起义 可能也有一部分人这么想的 INTIE被逼无奈了 没办法了 只能说实话了 对吧 起义 我们就不参与了 拉拉队我还是可以的 哪怕当个拉拉队队长都可以 对不是 傻屁们 去看看INTIE那篇推文吧